现在展示下我平时比较爱用的一个连招吧 就是在突破的时候比较爱应用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出突破 一般吃出突破的话 运到这个位置 然后假设如果你没有摆脱对手的话 对手把你逼的一个打板 包括一个很被动的一个脚 因为防守方也是希望说能把你打到这个脚 所以说如果你一旦很被动出现这种情况下 你会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背后 然后把这空间分开了 然后在这个背后以后你会去描迦框 如果这瞬间摆脱你可以选择一个投篮 但如果这个防守者非常好的话 他又跟上你了 所以你这会儿顿一步会往这拍一步 左手再突一步 他如果再跟上的话 顺势一个转身 打板上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